研发税第一年 R&D Tax是一项政府的经历措施 指责奖励英国公司投资与创新 不过许多公司对研发税的了解甚少 其实供研发的范围是巨大的 它存在于每个行业和商业活动 比如说地产开发商可能从事创新 研发使用可再生和经济型能源材料 时尚行业实验区块链 数码编织印花 3D设计等技术改进流程 餐饮行业致力于打造更健康的产品线 及脂肪或者说糖分更低的产品 以及处理包装及处理费料等等 研发活动不仅可以为您的业务发展 做出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新产品和流程的开发 以及对现有产品的改进 从而提高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还可以极大的降低 公司税的缴纳 那么什么企业可以提出申请 任何英国的公司 只要在英国有纳税申报 并且开展相关的营花活动 都可以申请研发税的减免 包括盈利和亏损企业 这些机构还包括以下这些类别 在英国注册的LTD或者说PLC的公司 海外公司在英国的分支机构 以及有限责任合伙制企业 研发的活动不一定是要在英国进行的 但英国注册公司必须为其提供资金 例如一家英国公司将其部分的 研发活动封包给海外实体 这也可能纳路合格的支出 不过从2023年4月起 研发活动必须在英国开展 相关费用才会符合条件 除非只有在英国不存在 研究需要的重要因素 比如说地理、环境、人口等 或者说监管及法律要求规定 这些活动必须发生在英国以外 因此如果您当下有使用海外实体 进行研发活动 则需要您尽快地与研发税的专家交流 提早做好的相关规划 那么哪些费用可愿意研发税的申报呢 为符合研发和开发的资格 HMRC需要判断该项目或者说多个项目存在 不确定性 因此在您提交完税务申报后呢 可以通过HMRC线上提交相关的费用明信 以及说明相关的费用是符合研发 这个环境申报的 因此公司是需要保留一个完整的记录和文件 证明自己的工作范畴符合研发定义的 一旦这个原型或者说这个项目就终确定了 那么任何的生产成本都将不再符合条件 并预示着该项目的申报访黄已经完成了 一家公司可以为多个项目提出申请访黄 这样所有的项目都符合标准 那么可包含的这些费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这些可以包括直接参与研发的员工成本 比如说工资雇主的国民保险金 养老金交款 以及相关的费用申报 研发过程中消耗或者说转化的材料和消耗品 这个包括蓝料电力和水等等 以及某些类型的软件 像临床实验对象这些的付款 以及支付给自股人士 以及与公司经营活动有关的风暴商 不过这些费用仅限于合格开支的65% 我们在下个视频将和大家分享 企业可以通过哪些的方式来申请研发税监免 什么时候需要提出申请 以及我们在通过案例来讲解 R&D的减免是如何计算的 可达到的数据减免力度都有了一些 欢迎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